比尔盖茨这一来马斯科技都坏了 这接待规格上美国最近几年到访的大佬 那想都不敢想 而比尔盖茨呢也很失去 刚到来就宣布了5000万美元的捐资 代资访问 体现了美国科技老前的格局 这5000万美元呢将会用于研发合作 治疗结核病和脆疾等传染病管控的研究 而半个月以前马斯科的到来 虽然也是备受瞩目的 但看来啊主要还是来聊一下自己生意这一亩三分地 没有把这格局呢抬到更高的高度 最近这美国科技巨头大佬们纷纷到访 真的是体现了美国科技界 对我们市场发展的一个信心 同时呢不要忘了这些顶级富豪 不管是New Money还是Old Money 他们的财富呀都在本轮的AI浪潮当中疯狂增长 马斯科年初至今呢 这身价已经增加了近1000亿美元 这种分秒必争的时刻 他们都选择来中国访问 体现了我们市场的长期潜力以及竞争力 就在昨天呢微软的市值也是刚刚突破了历史新高 而且同样在昨天突破历史新高的苹果和英伟达相比呢 这个历史新高呀更为深寒 因为从今年开始呢 微软的市值刚好是暴涨了1万亿美元 可以说的上是本轮美国科技当中最大的浓潮 他有open AI的强绑地 让其他所有的科技公司只能占着流口水 能看不能吃 那么问题来了 英伟达的黄仁虚你还在等啥呢 UM 6 5 5 7